绝妙听日剧 哈喽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绝妙当家绝妙听日剧 今天高点要带你听的这处日剧 它的名字叫做Mother Game 那么我们所翻译的片名是 妈咪们的心机 在这处日剧当中 我们会看到在社会上 贫穷的人跟富有的人 他们是有阶级之分的 而在女性的群体当中 在妈妈的群体当中 同样的也有阶级之分 透过这处日剧 我们也会看到 每个看似光鲜亮丽的有钱家庭 而事实上家庭内部 都有着他们不为人知的苦衷 与可怕的问题 在这处日剧当中 也特别特别地探讨 人性软弱的这一面 因此当我们昨天听完了 父子警探之后 在今天我将大跳动 要为你带来的是 我离开绝妙当家之前的 最后这处日剧 Mother Game 它被翻译成是母亲游戏 又或者是妈咪们的心机 这处日剧呢 是由牧村文乃 长谷川金子 灌地古诗穗梨 安达幼时 共同主演的日本电视剧 它的剧情说到 一个离婚的单亲妈妈 叫做西子 一个人带着孩子 杨斗 住在爷爷的家 因为每天 她都需要到便当店来上班 非常的忙碌 而五岁的小朋友杨斗呢 也是时候应该要读书了 所以在她努力之下 小朋友终于进入到 当地的学校 原本呢 以为这个学校是很淳朴的 很天真的 很开心的 但是没有想到 就在开学的那一天 她用脚踏车 送儿子上学的时候 发现校门前面 停了一整排高级的轿车 而所有从车上下来的妈妈们 全部都带着名牌的包包 这个平凡 而且贫穷的单亲妈妈 才发现原来这是一间 超有钱的贵族幼儿园 而家境贫困的她 在这个大搞阶级观念的 妈妈们 贵妇们之中呢 遭到了鄙视 而且也遭受到了欺负 身为妈妈的西子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她自己不止吞人了 许多霸凌跟骑士 同时她也为了要捍卫孩子 快乐上学的权利 因而起身 跟许多妈妈们对抗 我们就来看这个乐观 开朗 而且很有人情味的单亲妈妈 西子 她是如何的跟这一群 贵妇妈妈们不打不相识 透过一次又一次 跟贵妇妈妈们的针锋相对 西子用她的智慧 跟这一群贵妇妈妈们 各自建构起了新的关系 甚至于成为这一群 有钱太太们 表面风光 而内心却十分孤独的 支持与陪伴的力量 就让我们一起用耳朵 来听这个平凡 不怎么有钱 但是内心充满着满满正能量的 单亲妈妈西子 如何用这些正能量 来驱走人性的黑暗 这是一间幼儿园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咯 想要知道精彩的剧情 就请你一定要收听 今天的绝妙当家 完整的剧情 你可以点选收听节目 点选绝妙当家 我是高点 我在完整的节目里 期待跟你相见 See you 新鲜 美しい心に生まれ変わる そう信じて 世界で一つの輝く光になれ 果たしない 果たしを信じていくのさ 遠回りしても 守るべき道を行け 果たしない 果たしの歩幅で生きていくのさ